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来的萝卜把这个叶子去掉 我们把萝卜给清洗干净 吃点这个草来洗 萝卜洗得更干净一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我是欧美 刚才上街里扯了点萝卜 一会儿切点萝卜干 我们给它切成这样长条长条的 不要切得太薄 自己家种的萝卜比较多 所以都会把它切成萝卜干 这样可以吃得更紧 自己晒的萝卜干吃起来嚼劲中带点脆性 不管拿来炒什么菜都好吃 现在给萝卜撒上盐 然后均匀地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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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拌均匀之后 给它静置四五个小时 已经念了五个多小时了 能把它弯成这样 就可以晾晒了 我们把它均匀地铺在筛子里面 我们把它放到太阳下晒干 隔一段时间给它搭一下 现在再来做点泡萝卜 俗话说冬吃萝卜 下次讲冬天就要多吃萝卜 冬天的萝卜又大又甜 做成泡萝卜安逸得很 做泡萝卜 大家可以切丁也可以切长条 也可以像我这样切片 很多朋友做泡萝卜 喜欢把皮去掉 其实我觉得带皮的泡萝卜吃起来更加脆手 切好片的萝卜 然后我们给它撒上盐 翻拌均匀 给它腌两个小时 腌了两个多小时了 现在我们把腌出来的水分给它倒掉 我们再来切点蒜苗和蒜片 先倒入一碗剁椒 蒜苗和蒜 生抽 鸡精 胡椒粉 再来点花椒 再加点白醋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 用多辣椒腌的泡萝卜 酸辣开胃 作为餐前小吃非常不错 搅拌均匀 我们给它装起来 然后再盖好盖子 放一天就可以吃了 好 这样子 放下来 只要把腌下 冰锅 一会儿 一会儿 二会儿 一会儿 好